直到去年她出差的時候 我無意間發現了一本日記 時間二零一零年四月十五日下午三點 地點一九八八西三廳烘焙工坊 溫度食物攝氏度天氣清空氣乾燥 為了給媽媽準備生日蛋糕 我參加了顧小儀的烘焙工坊 那是我第一次看見她 她就是媽媽說過的那種愛笑的人 婚姻計劃的第一步是製造偶然的鄉女 探查到目標今天要來送貨後 我就開始計算 按照目標每分鐘八十步的行進速度 從門口到進入大堂 正好需要一分鐘 我所在的玻璃窗距離大堂 和門口到大堂的距離是相同的 但按照我每分鐘一百二十步的頻率 想要正好趕上我需要晚出發二十秒 在碰上的那一刻力度需要食牛 可以正好保證蛋糕落地 而不傷害到目標對象 在規定的時間裡 按照我的規定 所以她的結婚計劃進行了積極的配合 是優等的人選 這證明我的選擇是沒有錯的 接下來她應該也能很好地完成 今後的生育計劃 以及其他的人生計劃 你還說她是兵馬俑 你這老公徹頭徹底就是一僵屍 我這麼熱愛生活的一個人 從小別人都說我活泊好動 跟她在一起生活久了 我也變成植物人了 我們倆每天在家裡就是這樣 植物大戰僵屍 真 如果是我 我一天都過不下去 聽著都讓人不寒而慄 是吧 是吧 你們都覺得是吧 我倒是覺得還好 您別搭理她 她也是一冷血動物 您繼續 那是一種透徹心皮的冷 我終於看透了她 在她的內心深處 是沒有一點感情的 一切都是計劃 任何不在她計劃裡的東西 都會被無情地消滅 你肯定不是這樣的人 我聽明白了 哥們就是一終結者 必須離婚 才能挽救我們娘倆 她堅決不離 律師都沒有辦法 您放心吧 我們分手大師保證 從現在開始您不用再容忍了 其實我最擔心的 就是田田在她的控制下 也會變成和她一樣的怪物 可以說 田田的自閉傾向是蔣莫然一手造成的 是她扼殺了田田的繪畫天賦 把她變成了一個 只會被數學攻勢的複讀機 我一直知道蔣莫然是一個 刻板嚴謹的男人 剛開始我覺得這種性格的男人 踏實可靠 值得託付終身 可是沒有想到結婚以後 她變本家裡 控制成癮 女人生命中的兩大悲劇 肉長在不該長的地兒 感情給了不該給的人 那看來我比你慘 這兩大悲劇我已經急於一身了 我一直容忍 只是沒有想到 我的容忍 最後給田田造成了無法彌補的傷害 這次是她的 這麼晚怎麼還不睡啊 親愛的 今天是你的生日 多晚我們娘倆都必須等你啊 田田快醒醒 爸爸回來了 給爸爸過生日了 之前我不是說了嗎 今天我要加班 會回來很晚 開開眼 你老婆我親手做的 厲害吧 這不是你的專業嗎 厲害什麼 不厲害 你厲害 連點正常男人的 基本套路都沒有 你是說我不正常 哪裡 點蠟燭啊 爸爸今年三十二歲 我媽給他插上三長兩短 躺著孩子的面 想說什麼呢 有我一下嗎 大男人別那麼矯情 得不情調都沒有 好 許個願吧 好 好了 許完了 對啊 田田 你不是缠了半天了嗎 跟爸爸一起開動吧 來 等一下啊 這一百個蛋糕 就有三百四十七大咖的熱量 而且啊 糖分 脂肪 含量都很高 吃了對身體不健康 我們還是不要吃了 江柏然今天是你的生日 給我點面子好嗎 就吃一塊 我的面子就這麼大啊 你不是整天照鏡子說自己的臉大嗎 這樣多好 可何況 我剛才為了你 這一口蛋糕 足足有五顆 最少有十七大咖 噔噔噔噔噔 田田 你不是有驚喜送給爸爸嗎 快點拿出來吧 祝爸爸生日快樂 謝謝寶貝 寶貝 寶貝你看 三 二 三乘以二等於幾 三除以二等於幾啊 三乘以二等於六 三除以二等於 等於一點五 等於你個二百五 你想幹嘛呀 我是為了田田好 數學是上帝的語言 田田必須要學好 至於畫畫嘛 當做一個愛好 隨便畫畫就行了 孩子他自己喜歡畫 可是我不能讓我的孩子 輸在氣泡線上 我忍你很久了 你知道田田為了給你過生日 畫這幅畫用了多長時間嗎 你瘋了吧你 家庭教育守則第一條 不要當著孩子沒找家 好嗎 已經十點多了 田田 我們唱完生日歌 就準備睡覺好嗎 那我們一塊唱 祝你生日快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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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兵馬俑 他完完全全就是一尊活的兵馬俑 我們倆每天貌似生活在一起 思維方式完全不在一個朝代 就是古今大戰親友情 我說這位機器人大哥 你平時一板一眼我不管你 但是你不能這麼對咱們的女兒 每個孩子都有自己的天性 你要讓孩子順著自己的天性發展 而不是一味順著你嘴裡的科學 請相信我 我現在的做法 才是順應田田的天性 我要去田田的房間睡 我也要順應我自己的天性發展 等一下 你身體的溫度是三十六度七 嘴唇的溫度是負三十六度七 因為你就是一個冰冷的人 一點溫度都沒有 來 我走 我總以為這是我的問題 畢竟在所有外人看來 蔣茉然對我都是愛護有加 但是接下来发生的事情 让我意识到 我错了 田田妈妈 据我们远方观察 现在就是这样一个情况 我们还是希望 您能带孩子到医院 去做一个检查 小语老师 你们觉得田田 有那么严重吗 孩子的事不是小事 我们还是希望 家长能够引起重视 小默然 田田被查出来有自闭倾向 你说怎么办吧 田田没有任何病 你干吗呀你 干吗呀你 我说了田田没有病 她跟其他的孩子一模一样 现在外面全是用医 为了挣钱 他们才会乱下诊断 田田本来非常健康 都是你那些无聊死板 可怕之际的教育方式 田田才会变成 今天这个样子 我的这种教育方式 怎么了 孩子学习 本来就不能只靠兴趣 你知道傅雷家书里面 傅雷是怎么教育副聪的吗 我没文化不爱读书 别跟我说你的傅雷家书 傅雷 我说的是傅雷 傅雷是个教育家好吗 你说的傅雷那是 那是我爱我家 太久教育一下 假之国假之心 我就爱看我爱我家怎么了 人家假之国假之心 他爸比你会教小孩 你没有工夫读书 反而有工夫 跟我在会儿讨论 如何教育孩子 我告诉你 我从小就是这么长大的 我现在不张扬很优秀吗 你优秀 你早就生锈了 你熊不可雕 反正不管怎么样 我不想田田长大 变成你这个样子 变成我这样怎么了 你现在不是张扬选择 嫁给我吗 我后悔 我特别后悔 我非常后悔四季 我们离婚吧 我告诉你啊 离婚这两个字 永远不要轻易地说出口 这对一个家庭来说 是一个莫大的伤害 你知道吗 一分钟前 你还在跟我嘻嘻哈哈 现在呢 你一冲动 你就要跟我离婚 这叫典型的冲动 你知道吗 而且这是你最大的性格缺陷 说来说去 我们俩 反倒是我有性格缺陷了 没错 而且你这种性格缺陷 很可能就隐藏在 你的遗传基因当中 所以田田的基因 只有靠我力挽狂澜 你知道吗 你靠边站吧 我不会让你再害田田一辈子 一个家庭就好比 是一个水分子 它是由两个氢粒子 和一个氧粒子 所组成的 它的结构十分地稳定 一旦拆开 就会发生爆炸 那你为什么 直到半年前 你才提出离婚申请 还不是为了田田 我想给孩子 一个完整的家 所以我也从来没有放弃 跟蒋默然的沟通 我总是想 结了婚之后 男人和女人 就像一枚硬币的两面 用不着 非得彼此面对 只要一直在一起 就可以了 在一起 是在一起 可是这天天屁股 对着屁股 这也不是个事吧 我一直忍着 一直忍着 姐 也许你已经忘了 我以前的样子 也许你已经不记得 我们曾经一起的欢声笑语 但是我还是希望 像以前一样 把这等玫瑰花给你 你把心给我 我们一起 长长久久 细水畅流 你的手里有九十八朵玫瑰 我这里呢 还有一朵 加在一起是九十九朵玫瑰 它代表 代表着天长地久 也我不说法 我 傅小艺 要和蒋默然 永远都在一起 蒋默然 你愿意陪顾小艺 一同走过 漫漫人生路吗 我愿意 我小套太大 别拍了 小艺 你愿不愿意陪蒋默然 冲走一次人生路 我们重新开始 重新创造幸福 重新创造记忆 好吗 小艺 好吗 好吗 一只会 有点好嗎 好吗 好吗 小艺 好吗 来 好吗 Cook 好吗 很悲劇 好吗 小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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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师 晓忆 晓忆姐 晓忆姐 胡小姐 周ether 之前你跟我保证过 这次行动绝对不会失败 对吗 蒋先生 我承认 这是我们工作的重大失误 既然你承认是你们的失误 那这次所有的费用 我不会出一分钱 费用我们分文不收 而且我保证 一定将这事负责到底 让您和您妻子重归以后 看来我之前的工作 做得还不到位 我会对你们重新进行评估 老大 当时到底发生什么了 那计划好好的 九十八朵玫瑰花一朵不少 怎么就失败了呢 就是啊 你说我忙前忙后了 腿都快跑断了 到现在逐单打水 不敞婚了 按照计划呢 蒋默然重新向顾小艺求婚 谁知道顾小艺非但不领情 当场就爆发了 把花直接扔到了蒋默然身上 不是 按照这么重要的场面刺激下 那顾小艺总得想起点什么吧 就算她什么都没想起来 也不至于发这么大脾气啊 在心理学的角度来讲 有一种失忆 完全是心理因素造成的 患者在遭受心理创伤之后 会进行选择性的逃避 通过强大的心理暗示 来进行遗忘达到目的 可问题是 顾小艺心理到底是受了什么创伤 那蒋默然对她那么好 千方百计想把她留住 要我说呀 这里面另有玄机 根本就没有失忆这回事 是我们想多了 这其中没一定遗漏了什么细节 有一个最重要的线索 是蒋天天的病 咱买个汽车怎么样红颜色 多酷 三十二加七十三等 三十 咱不算数了啊 来 直升飞机 你看 直升飞机怎么样 三十六等 乘五四等 等 等 走 回来了 怎么了 人家一个个无精大采呢 谢谢 谢谢这次您选择了我们 我很荣幸 选择你们并不代表相信你们 你们三番两次来找我 为什么 我说过我的职业是一名分手大师 作为一名商人 我找到您 肯定是因为嗅到了商机 之前的帮忙确实是免费的 但是这不代表 接下来我们不会收费 本来生意就是有偿的 我也希望您能理解 有偿我当然能理解 但是取之有道 请问 律师都解决不了的问题 你们能有什么办法啊 您不试试 怎么知道我们办不了呢 半年前 我们就开始进行律师调解了 我的家人和朋友 都认为我脑子有病 无理取闹 没有一个人站在我这边的 我非常能理解您的痛苦 所以分手大师才应孕而生 我们的宗旨是 帮助每一个深陷痛苦的人 脱离枷锁 你们一直在调查我吗 不不 您误会了 其实我们并不了解您 只是很恰巧 我们了解我们的竞争对手 蒋默然为了拴住你 她去找了复合大师 她去找了复合大师 所以我们才知道您的存在 原来是这样 我和蒋默然都变成了一个商品 是你们双方争夺胜负的筹码 不不不不 我们和她们完全不一样 虽然我也是一名商人 但是我们是有原则有底线的 他们注定会失败 就算我这辈子离不了婚 我也绝不会再爱上蒋默然 你其实根本就没失忆对吗 当然 我要是失忆就好了 我能清楚地记得 我和蒋默然相处的 每一个细节 我永远也不能原谅 她对我梦暮秘所做的事情 所以 我一定会跟她离婚 如果周末推测的是真的 蒋甜甜真的有心理疾病 或者是心理方面的问题 那我还真就想不明白了 你说这个蒋默然 算是公司扣管 也算是公称名就的成功人士 可家里老婆有问题 孩子有问题 可她偏偏不是蒋默然要离婚 而是她老婆 不依不饶的 搞不懂 搞不懂 我觉得啊 这正好说明蒋默然 她是个好男人 我仔细观察过她 她这个人啊 虽然个性比较古板 但正是因为这种个性 她才会很沉稳 值得人依靠啊 虽然说她在颜值上 和我的偶像们 确实差那么一丢丢 但是人品还说得过去啊 所以问题的关键应该还是在顾晓逸身上 我觉得叶子你说得特别有道理 那当然 马屁你基本上 怎么了 瞧你那扣骚劲 马屁都自己捂着 熏自己 老大刚才师傅在这呢 人呢 就是啊 终于不见了 这两个人肯定有问题 有问题 我干净了 把水给我 去 站住 你该死的不干净 站住 可以说 田田的自闭倾向是蒋默然一手造成的 是她扼杀了田田的绘画天赋 把她变成了一个只会被数学公式的复读机 我一直知道蒋默然是一个刻板严谨的男人 刚开始我觉得这种性格的男人 踏实可靠 值得托付终身 可是没有想到结婚以后 她变本加力控制成也 女人生命中的两大悲剧 肉长在不该长的地儿 感情给了不该给的人 那看来我比你惨 这两大悲剧我已经急于一身了 我一直容忍 只是没有想到 我的容忍 最后给田田造成了无法弥补的伤害 这么晚了怎么还不睡啊 亲爱的 今天是你的生日 多晚我们娘俩都必须等你啊 田田快醒醒 爸爸回来了给爸爸过生日了 之前我不是说了吗 今天我要加班 会回来很晚了 开开眼 你老婆我亲手做的 厉害吧 这不是你的专业吗 厉害什么 不厉害 你厉害 连点正常男人的基本套路都没有 你是说我不正常 哪里 点蜡烛啊 爸爸今年三十二岁 我妈给他插上三长两短 躺着孩子的面 想说什么呢 有我一下吗 大男人别那么矫情 有情调都没有 许个愿吧 好 好了 许完了 对啊 田田 你不是馋了半天了吗 跟爸爸一起开动吧 来 等一下 这一百个蛋糕 就有三百四十七大咖的热量 而且糖分 脂肪 含量都很高 吃了对身体不健康 我们还是不要吃了 小默然今天是你的生日 给我点面子好吗 就吃一块 我的面子就这么大啊 你不是整天照镜子说自己的脸大吗 这样多好 可何况我刚才为了你 这一口蛋糕足足有五颗 最少有十七大咖 最少有十七大咖 咚咚咚咚咚 田田 你不是有惊喜送给爸爸吗 快点拿出来吧 祝爸爸生日快乐 谢谢宝贝 宝贝你看 我记得了 神发的 画画就行了 让孩子他自己喜欢画 可是我不能让我的孩子 住在气泡线上 我忍你很久了 你知道天亮为了给你过生日 画这幅画用了多长时间吗 你疯了吗你 家庭教育手则第一条 不要当着孩子在那边找家 好吗 已经十点多了 天天 我们唱完生日歌 就准备睡觉好吗 那我们一块唱 祝你生日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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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个孩子都有自己的天性 你要让孩子 顺着自己的天性发展 而不是一味顺着 你嘴里的科学 请相信我 我现在的做法 才是顺应甜甜的天性 我要去甜甜的房间睡 我也要顺应 我自己的天性发展 等一下 晚安 等一下 你身体的温度是三十六度七 嘴唇的温度是负三十六度七 因为你就是一个冰冷的人 一点温度都没有 我总以为这是我的问题 毕竟在所有外人看来 蒋茉然对我都是爱护有加 但是接下来发生的事情 让我意识到 我错了 甜甜妈妈 据我们远方观察 现在就是这样一个情况 我们还是希望 您能带孩子到医院去做一个检查 小语老师 你们觉得甜甜有那么严重吗 孩子的事不是小事 我们还是希望家长能够引起重视 蒋茉然 甜甜被查出来有自闭倾向 你说怎么办吧 甜甜没有任何病 你干吗呀你 干吗呀你 我说了 甜甜没有病 她跟其他的孩子一模一样 现在外面全是用医 为了挣钱 他们才会乱下诊断 甜甜本来非常健康 都是你那些无聊死板 可怕之际的教育方式 甜甜才会变成今天这个样子 我的这种教育方式怎么了 孩子学习 本来就不能只靠兴趣 你知道傅雷家书里面 傅雷是怎么教育傅聪的吗 我没文化不爱读书 别跟我说你的傅名家书 傅雷 我说的是傅雷 傅雷是个教育家好吗 你说的傅名那是 那是我爱我家 他也就教育一下 假之国假之心 我就爱看我爱我家怎么了 人家假之国假之心 他爸比你会教育小孩 你没有工夫读书 反而有工夫跟我在会儿讨论 如何教育孩子 我告诉你 我从小就是这么长大的 我现在不张晏很优秀吗 你优秀 你早就生锈了 你熊不可雕 反正不管怎么样 我不想甜甜长大 变成你这个样子 变成我这样怎么了 你现在不是张晏选择嫁给我吗 我后悔 我特别后悔 我非常后悔四季 我们离婚吧 我告诉你啊 离婚这两个字 永远不要轻易地说出口 这对一个家庭来说 是一个莫大的伤害 你知道吗 一分钟前 你还在跟我嘻嘻哈哈 现在呢 你一冲动 你就要跟我离婚 这叫典型的冲动 你知道吗 而且这是你最大的性格缺陷 说来说去 我们俩 反倒是我有性格缺陷了 没错 而且你这种性格缺陷 很可能就隐藏在 你的遗传基因当中 所以田田的基因 只有靠我力挽狂澜 你知道吗 你靠边站吧 我不会让你再害田田一辈子 一个家庭 就好比是一个水分子 它是由两个氢粒子 和一个氧粒子所组成的 它的结构十分地稳定 一旦拆开 就会发生爆炸 那你为什么直到半年前 你才提出离婚申请 还不是为了田田 我想给孩子 一个完整的家 所以我也从来 没有放弃跟蒋摩然的沟通 我总是想结了婚之后 男人和女人 就像一枚硬币的两面 用不着 非得彼此面对 只要一直在一起就可以了 在一起是在一起 可是这天天屁股对着屁股 这也不是个事吧 我一直忍着 一直忍着 直到去年她出差的时候 我无意间发现了一本日记 时间 二零一零年四月十五日下午三点 地点一九八八西三厅烘焙工房 温度 食物摄氏度 天气晴 空气干燥 为了给妈妈准备生日蛋糕 我参加了顾小姨的烘焙工坊 那是我第一次看见她 她就是妈妈说过的那种 爱笑的人 婚姻计划的第一步 是制造偶然的相遇 探查到目标 今天要来送货后 我就开始计算 按照目标 每分钟八十步的行进速度 从门口到进入大堂 正好需要一分钟 我所在的玻璃窗 距离大堂 和门口到大堂的距离 是相同的 但按照我每分钟 一百二十步的频率 想要正好赶上 我需要晚出发二十秒 在碰上的那一刻 力度需要十牛 可以正好保证蛋糕落地 而不伤害到目标对象 我很意外 上次最绝后的求婚 居然会成功 但无论如何 我的婚姻计划 按时完成 根据观察 目标对象 在规定的时间里 按照我的结婚计划 进行了积极的配合 是优等的人选 这证明 我的选择是没有错的 接下来 她应该也能很好地完成 今后的生育计划 以及其他的人生计划 我去 你还说她是兵马俑 你这老公 彻头彻底就是一僵尸 我这么热爱 生活的一个人 从小别人都说 我活泼好动 跟她在一起生活久了 我也变成植物人了 我们俩每天在家里 就是这样 植物大战僵尸 真的 如果是我 我一天都过不下去 听着都让人不寒而栗 是吧 是吧 你们都觉得是吧 我当时觉得还好 您别搭理她 她也是一冷血动物 您继续 那是一种透彻心脾的冷 我终于看透了她 在她的内心深处 是没有一点感情的 一切都是计划 任何不在她计划里的东西 都会被无情地消灭 你肯定不是这样的人 我听明白了 哥们就是一终结者呗 必须离婚 才能挽救我们娘俩 她坚决不离 律师都没有办法 您放心吧 我们分手大师保证 从现在开始 您不用再容忍了 其实我最担心的 就是田田在她的控制下 也会变成和她一样的怪物 这世界上怎么会有蒋默然这种人 我这就是个变态 虽然我也不是很喜欢蒋默然这个人 但是我要纠正你一下 蒋默然不是变态 而是人冷感症 什么症 人冷感症 没听说过 听说过人冷 听说过高冷 没听说过人冷感症 余老师 我突然觉得 我跟你说你别生气 你不觉得你和蒋默然 有育脐同工的地方吗 你这是什么话呀 你这么说我非常不高兴 我怎么可能跟她相 等等 等等 智商都特别高 办事特别葛 我觉得你应该特别能理解她 何总 你不能因为我的智商高 就歧视我 我跟蒋默然有一个最大的区别 就是我的心 是热的 你 周一 复合大师 如果没记错的话 这是您第一次光临我们事务所 有何尖叫 顾小怡是你带走的吗 她在什么地方 大哥 她去哪儿我怎么知道 我们的工作虽然矛盾 一个分手一个复合 但本质是一样的 都是替人做情感服务的 没错吧 没错啊 我觉得没问题 我同意 之前方淼的事情 我们不是合作挺愉快的吗 所以在未来的业务上 我们没有必要一位对立吧 我们各行其事没有对立可言啊 我真的觉得你不可以回到 一个完美的家庭 你先别急着指控好吗 首先 我们两个委托人 有着完全相悖的诉求 而且在我的调查之下 我对您所谓的美满家庭 非常非常不赞同 在我看来 恰恰是你把顾小怡 推向了一个神经病的怀抱 是不是 吴老师 我打断一下啊 这个神经病跟精神病啊 是两种不同的症状 其次呢 人冷感症也不是精神病 陈正 你哪头呢 你仅仅是因为接了顾小怡的委托 才这么做吗 当然了 不参杂任何的情绪 那不然呢 我为什么要插手 天天蒋博然之间的感情 也可能她认为你 钱和月亮可以报复呢 余老师去给自己倒杯水 起来 李断 我很感谢你今天 可以到这儿开诚不公地跟我聊这些 如果说我以前对你有成见 还写过文章 攻击过你们复合大师 那今天我现在 真诚地跟你说一声 对不起 咱俩这样聊天肉嗨 我有点气不住 这次我真的觉得我是对的 他们应该分手 你别忘了 我现在是分手大师 曾经感情上我们棋风对手 希望在职场上 也可以一较高下 你别忘了 我现在是分手大师 好 既然这样 我不会对你收下留情 好 朱沫 你怎么来了 怕你们 谈得不好再打起来 出危险怎么办 怎么 你担心我 美得你 我担心的是我姐 你们两个对我来说 都是特别重要的人 我不希望你们谈得不好 何周易接受了顾小玉的委托 我们之前的调查方向错了 顾小姨根本没有脑震荡 也没有失忆 问题出现在蒙茫然身上 什么 十万货金 回公司再说吧 不是 怎么回事 叶子 最后一瓶了 如果成功了 今天晚上你答应和我一起 吃饭去 好啊 紧张 好啊 叶子 晚上跟我吃鸭去 不干脚 别吠上去 别吠上去 都冰了 都冰了 不冰了 都冰了 咱们都冰了 都冰了 不冰了 冰了 不冰了 出来 别吠上去 这边 这边 出来 别闹了 开会 重新定制计划 为什么呀 我们计划有漏洞吗 这个计划本身就是个漏洞 月子 咱先不说晚上怎么吃 不不不 月子 我这 我后面把这月子 喂 哪位啊 哦 李总啊 哎呀 好久都不见了 你最近忙吗 哦 李总 哦 李总 我知道呀 不好意思 我刚没听清楚 你说 不许骂人 你才是贵人呢 我那个直播都是瞎弄的 没想到现在粉丝那么多 你说什么植入 哦 植入的事情我还没有考虑过 我就是想节目前期 还是要把节目的质量先做上去 哎 但是好的东西也不是不可以考虑 你说的那个植入的东西是什么呀 喂 喂 喂 哦 你对了 那你还会离开我和爸爸吗 如果妈妈永远都不会离开你了 今天要被我们在一起 那我们好久都没一起吃饭了 我妈妈最近真是很忙了 你晚上想吃什么 妈妈带你去吃 喂 李总 刚才断了 不知道是我这信号不好 还是你那信号不好 你刚说植物的那个东西 是什么东西啊 怎么才回来 我等着你们半天了 我已经叫了外卖 赶紧吃吧 我带田田去补习了 我们在外面吃过了 田田 刚才妈妈带你去哪了 妈妈带我去画画了 田田先回自己的房间 你说 不认识骂人 你才是贵人呢 我那个直播都是瞎弄的 没想到现在粉丝那么多 你说什么植入 植入的事情 我还没有考虑过 我就是想节目前期 还是要把节目的质量 先做上去 但是好的东西 也不是不可以考虑 你说的那个植入的东西 是什么呀 喂 喂 你断了 那你好会离开我和爸爸吗 妈妈 妈妈永远都不会离开你的 这辈子都会跟你在一起 妈妈永远最爱 田田 好 那我们好久没一起吃饭了 妈妈最近真是太忙了 你晚上想吃什么 妈妈带你去吃 喂 黎总 刚才断了 不知道是我这儿信号不好 还是你那儿信号不好 你刚说植入的那个东西 是什么东西啊 怎么才回来 我等着你们半天了 我已经叫了外卖 赶紧吃吧 我带田田去补习了 我们在外面吃过了 田田 刚才妈妈带你去哪儿了 妈妈带我去画画了 田田先回自己的房间 第一 画画容易耽误 田田学习数学 第二 画画所用的颜料 是化学产品 接触了对身体不健康 第三 最重要 家庭教育守着 第二 夫妻之间不要撒谎 刚才你撒谎了 我撒谎 我乐意 你管不着 可你考虑过对孩子的影响吗 别老上纲上线的 那也比你每天冷冰冰的 伪君子的坐牌强 我不管怎么做 都是科学的 都是为了孩子好 你的科学能算出他每天开心不开心吗 理论上说 开心的情绪是种生理反应 确切地说 是人体大脑中多巴胺传递的一种信号 从技术上讲 多巴胺已经可以人工合成 所以开心并不是人体必不可少的一种元素 对不起 你知道什么是多巴胺吗 多巴胺 管我屁事 蒋默然 别老以为我们俩住在一个屋檐下 你就可以对我指手画脚 我告诉你 我再给你三天时间 如果你再不同意离婚 咱们俩就法庭上见 你为什么非要跟我离婚 跟我在一块不幸福吗 我姓顾 又来了 简直莫名其妙 一切都是你设计好的 就连所谓的幸福也是你计划中的一环 假如要是你有一天发现 你周围所在意的事物都是假的 都是别人安排好的 你会觉得幸福吗 如果有人为我安排好一切 都是为我好 我求之不得 那是你不是我 世界上每个人对幸福的需求是不一样的 幸福是一种心理感受 自然每个人的需求都不一样 如果把全人类的幸福感做一个大数据 只要经过计算 我们可以得出一个稳定的平均值 我告诉你 别老跟我说你那个扯淡的平均值 鸵鸟的幸福 就是一堆沙子 史克亮的幸福 就是一堆粪球 那你的幸福是什么 一堆沙子 还是一堆粪球 我的幸福 就是离开这个像冰柜一样的家 永远离开你 截止到目前为止 我们必须承认 分手大师对整个事件的分析 已经远超过 他们率先提出了 蒋默然患有人冷感症的判断 而我认为 职重有害 人冷感症指的是那些 不想或者无法与人建立亲密情感关系的群体 这种人不喜欢与人打交道 来 喝点水吧 谢谢 就像杰克小说家卡夫卡 他曾经三次订婚 又三次婚约 后来他一生都没有结婚 当然了 这种缺失 虽然让他在人机观世上异常平息 但是 在他的精神世界上 是十分的分析 他可以把所有的精力 全部放在自己的工作上 而让自己的事业 达到顶尖位置 从一到十 对自己的各个情况进行打分 然后将数值带入公司内 任何重要性的算法 依次为一至五 所以在这个公司上 我们的得分并不高 蒋默然所在的公司 连续五年排行业内预议 我们对比年报发现 自从蒋默然入职一来 公司的业绩得到大幅度的提升 不过继续数据分析的话 蒋默然的团队有双高 第一 综合业绩排名第一 另一个就是 人员流动率排名第一 很多员工离职的理由就是 老板过于严苛 压力太大 其中有蒋默然开除的员工 占离职的一半 主管 这份文件绝对没有问题 我们都已经反复核对过很多遍了 第二页第三行 标点应用错误 第三页的第五行有出别词 第五页 刺激不相处 明显是打印的时候墨水不够 我给你十分钟的时间改成 快 每天和机器人生活在一起 认识谁谁也受不了 我能说句实话吗 你们别看我每天稀稀哈哈的 但是说实话 我真没那么喜欢人际关系 我只有在那儿 全神贯注做东西的时候 才是我最开心的时候 真的 除非工作 业余时间 我宁愿一人待 你 听听 燕子 听听 你说这会靠得住吗 就算结婚了 又是一个蒋默然 不是 除了你燕子 何止是不干交 其实我们身边很多人 包括我自己 可能都有这种 不愿与别人打交道 甚至自己独居的一面 只不过人能敢挣 把这一面无限地放大了 可是 一个崇尚自由 尊重自我感受的女性 在不存在背叛的前提下 用了那么多年时间 才发现自己的爱情出问题 你这 可能吗 不敢 你协助叶子 分析顾晓鱼离婚的所有可能性 找到 教授 你去了解一下蒋默然的背景 看有没有什么其他的办法帮助他 蒋默然这儿呢 我倒是知道一点 他爸是山西人 后来做生意呢 定居到深圳了 全家都带过去了 蒋默然从小呢 三年换了四所学校 他在数学方面啊 非常的用功 但是诸如什么作文啊 美术这样需要感受力的课程呢 他是一概不贵 那你继续跟进 嗯 各位 贺周一受到顾晓鱼的委托 这一单 不仅牵扯到客户的理 更关乎到我们复合大师的名誉 所以 只许成功 不许失败 同意 周末 一姐喝周一就交给你了 你 你 来 来 谁啊 你 姐 你大晚上一个人在房间里面 溢溢溢的你二碗 他二碗 这锻炼 你这么大晚上到我这干嘛呀 你上哪儿混去了 你 我踩脏了 我锻炼了 哎呀 多敬过一笔台了 哎呀 我这下了班 饭都没吃 就跑过来看看 给 刚泡奶茶 谢谢 什么时候那么爱工作 哎 是不是最近工作不太顺利 快快 说说 让姐高兴高兴 怎么每回我工作一不顺心 你就要幸灾乐祸呀 分享啊 世界上最快乐的事情 就是和别人分享你的不幸 你又想套我画一个是吧 每回套完我的画之后呢 然后就来破坏我们的计划 啊 每次来被我揭穿 哎呀我 我才不能上去套 我套你画我 行 咱今儿谁也别套谁画 有什么本事全放桌面上 公平竞争 那行 咱今天不聊工作 就聊聊姐们之间的知心话去吧 行 哎呀姐 我爸有个问题想问问你啊 你说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 他们俩人结婚了 然后呢有一个孩子 他们俩肯定是曾经深深爱过吧 可是感情呢 忽然出现了问题了 你说这两个人就要走不下去了 他们两个人真的甘心 就这么冷漠地放弃了吗 有的时候冷漠不是无奇 冷漠是避免你自己受伤害的一种工具 咳有多硬 心结有多软 不然慢慢人生路如何走下去 嗯 姐你这公众话写得多了啊 这说话呢都出口成长了 那你说这件事要是你的话 你觉得应该怎么办呢 我觉得啊 你以为我听不出来你讨话呢 你说的不就是顾小艺和江沐然吗 等你到了姐这个岁数 你就会明白 其实能喜欢上一个人 没那么简单 所以一旦你认定了 要珍惜 听明白了吗 听明白了吗 皇帝有批漂亮的马儿 他救过皇帝的命 所以皇帝让铁匠 在他每一只脚上定一个金马掌 这是甲虫爬了过来 伸出他的瘦腿 也想让铁匠给他金马掌 铁匠讥笑他说 你也想要金马掌吗 你知道马儿为什么要有金马掌呢 但我们觉得呢 这么多的事 这件事 很适合我 真的是 现在要休息到这个销上 他是想要被其它 有这么多的事 所以我会掉 没有这么多的事 我会掉 我会掉 一些药盐 的药盐 还是很�重 已经不得了 可以拍照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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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这次是为了我闺蜜的幸福 不是跟任何人联手 你别误会 我知道 咱们俩目的虽然不同 但是在形式上 我们是合作联手的 对吧 直说吧 你想干吗 小玉老师 这是叶子吗 特别好啊 这就是 老板 你让你认识了 大小层里 小层里有这个孩子的人多吗 太常了 下边去 再见 你每次懊恼的时候 就会一直玩累的 还必须得抓起一个 是能有什么起翻吗 今天的会议主题 是确定分手方案 按照之前的思路 还是对蒋今天下手 我这有三个计划 你不觉得 我们应该转变一下思路吗 这个我也考虑到了 我还有一个方案 是从蒋默然身上下手 蒋默然 蒋默然软硬不吃 油盐不尽 理性的跟个机器人似的 感情下手 怎么下手 你说 其实在我看来 也不是完全没可能 请于老师明示 既然你觉得 零龙感症像一个机器人 那我问你 机器人是不是有开关 是不是有线路主板 一个机器人表面看起来 非常强大 刀枪不入 但是只要你把它 关键的地方掐断 它就是一块破铜蓝铁 你是说 只要我们找到蒋默然的开关 然后一举拿下 直直 哇 我还好 三个还得再去找 顾小姨一趟 打听出蒋默的软肋 准备出发 顾女士您好 我是复合大师李段 这是我的助手朱末 我们想跟你聊聊 是 我 是 你 你 我 不 你 你 重新评估这次委托 希望你能相信我 我这个人最大的缺点 和最大的优点 就是容易相信别人 进来吧 真实的贾默然 就在这个本子里 今天礼拜几样 周一 进来吧 真是没想到啊 还是让你们抢先一步 韩女神 干吗呢这工作 打招 在没有知悔我的前提下 约见我的当事人 这怎么说都很可疑吧 不打算解释一下吗 这有什么好解释的 顾女士是我委托人的妻子 也就是我的委托人 在整个事件过程当中 我有一些疑惑 所以当然要找我的委托人 了解一下情况了 有 有什么困惑呀 说出来听听 是你对你的价值观 产生了动摇 还是你对你自己的 职业选择很没把握 没关系 根据我的观察 你能力还是很好 只是很遗憾 入错了行 顾女士 我必须要善意地 劝你一句 其实料理感情 就跟做蛋糕一样 料理人的手艺 决定了蛋糕的口味 所以您是否有真主一家 再欢安一家 我觉得这话说得特别好 既然话说到这儿 我就再补充一点 我觉得比料理人手艺 更重要的是 料理人的品行 料理人的品行 决定了这家店 能否长久地开下去 我们能不能不要 每次争论的结果 都要以 攻击对方的人品而告终 你别偷恨概念 我说的不是私人道德 我说的是职业道德 你们都是什么关系啊 姐妹 情侣 暗恋 而我是你们的当事人 也是你们委托人的妻子 是是是 我的人品和品行 你们了解多少 就跑到我家里来 开辩论赛 讨论私人道德和职业道德 不是 你们都出去 你留下 胡罗姨 愿意愿意 他愿意 他愿意一对一地 跟您留下来慢慢交流 还愣着干吗呀 你们俩 等着赖人家吃晚饭啊 姐姐 我刚才一旧话都没说 出去 你姐妹跟我来吧 不用啊 怎么了 这鸡板 你给我看看 你不知道 在那里 我看到 你怎么了 我 你真的 你 我 我 你 我 principal 有什麼樣的 假夢人性的證據 已經驅躍無遺 顧小意 一百八十個大轉弧 說句實話 現在他反而有點同情 顧小意 我也是 哎 等等 你們兩個怎麼集體叛面了 幫你不幫你 就是 是 先別著急下結論 你們都沒有看清楚一個漏洞 什麼漏洞 雖然在顧小義看來 蔣茉然的表現 從頭到尾都像是一場陰謀 可是想一下 如果蔣茉然真是一台冰冷的機器 那麼根據目前的情況來看 和顧小義離婚 無疑是最節約成本的選擇 可是蔣茉然卻沒有這樣做 她非常心切地想要和顧小義符合 可見她不是徹底地冰冷 她只是 不知道該用如何正確的方式 來面對這次情感 你的意思是說 讓蔣茉然 喚醒她自己內心深處對愛的渴望 或者是說 讓她意識到自己情感的缺失 就有可能讓顧小義更地復合 說得非常好 蔣茉然是個情感病人 我們要先治病 再復合 可 即使我們知道蔣茉然的問題 但是要想把她治癒 也非常地棘手啊 我們要從哪裡入手呢 人冷感症 這個原因可以追溯到童年時期 難道要我們 把她童年時期 所有的陰影都挖出來嗎 這個簡單 我基本上了解差不多了 我們之前抽到蔣茉然小學時代 三年換了四所小學 其實呢 也沒有特殊的原因 只是蔣茉然她爸呢 不認同學校的教學理念 逼迫她轉學的 蔣茉然小學 就開始讀來讀我 沒有深交的朋友 咱們呢 從照片上就能勸勸 要麼是 集體合影 要麼就是 單獨照片 像參加活動啊 同學合影 我是一張都沒有找到 別急 我找到了她小學二年級 參加美術比賽時的作品 來 開眼啊 這 聯想到什麼沒有 這和蔣茉然的畫也太像了吧 蔣茉然的美術生涯 就到此結束了 從那以後呢 她就再也沒有發展過任何特長 數學除外啊 可是呢 蔣茉然在數學方面的才能 也不是天生的 都是她爸爸苦心經營的結果 和父親情感惡劣 興趣得不到理解 蔣茉然的成長史 簡直就是翻版的卡夫卡 根據卡夫卡成年後的生活軌跡 我們可以推斷出 蔣茉然 人生中最大的變數 是她獨立生活之後 遇到的女人 也許這是一個突破狗 蛋蛋啊 這次你算是看走眼了 蔣茉然獨立生活以後 接觸過的女人 沒有門 只有顧小營一個 可你們卻忽略了一個細節 這個人 或許在這裡 我看一下 被撕掉了 你們注意看這被撕掉的邊緣 非常的不工整 一看就是用滿理撕掉的 如果以蔣茉然的行為 她絕對不會做出這樣 粗辱的行動 所以我斷定 撕掉日記這一頁的 應該是顧小營 難道我第三者 一切皆有可能 雖然目前我們不能準確地判斷出什麼 但是從時間的軌跡來看 但是從時間的軌跡來看 應該是認識 顧小營的前兩者 這個人是通往蔣茉然內心深處的關鍵 用她作為口口 儘快與蔣茉然間 那也好 顧小營告訴你這些情況 顧和大師沒人知道 太寶貴了 沒錯 既然顧小營說蔣茉然和親人 完全沒有感情交流 而是一心把興趣都放在了工作上 那咱們就從工作說手 找到讓她從離婚協議上 簽字的突破口 怎麼做 根據她的數據分析 如果這些大於她的家庭 給她一份工作 她應該會同意 是我曾經待過的一個跨國公司的 真實職位 真的假的 我知道她們一直在通過里頭公司 尋找能夠勝任這個職位的人 薪水和待遇都非常好 蔣茉然這麼優秀 她們應該會感興趣 那你為什麼當時沒留下呢 公司總部說在印度 我又不准吃咖哩 對對對 這確實是你跟蔣茉然最大的差別 何總 我們在談工作的時候 能不能不要總是打擊和嘲笑我 對不起 蔣茉然 習慣了 那你覺得蔣茉然 會因為工作拋棄家庭呢 應該會 通常人冷感症的人 在工作方面 都有著超乎尋常的能力 與此對應的是 她們對工作的價值 也有著強烈的渴求 這也就是為什麼 人冷感症的人 容易當場公司的高層 而且藉此機會 我們還可以看出 蔣茉然的真實為人 可以 這個計劃可以執行 而且我也很好奇 李段那邊 會如何收場 李然則 仇 自己感じ進村 今天五是 你好 我是蔣茉然大葳 你们的工作效率很快 好 下班会见 小先生 小先生 您现在有时间吗 方不方便和我去个地方 我记得我说过 不要到我工作的地方来找我 出于信任 我才找到你们复合大使 但是你们太让我失望了 不光让我浪费了大量的时间 而且让我和顾小玉之间的关系 变得更加恶人 昨天晚上 他又跟我提了一关的事情 我承认 之前是我们的工作事务 我会重新对你们进行评估 然后再决定 是否继续委托你们 等一下 我们已经找到了 能复合您和您亲子新的想法 方便和您深谅一下 好 不过现在我约了人 村长开车过去 算上堵车 大概五十分钟 见面会谈四十分钟 一个半小时以后 我有时间 我等你 不见不散 小先生 是我给你打的电话 我们已经观察你很久了 经过综合评定 觉得你有能力胜着这份工作 但是我希望对这家公司 有更深入的了解 对方是一家印度的IT行业 在印度排名前十的一家公司 更详细地 需要您有医院之后 才可以透露 能够理解 您最新研发的游戏呢 让他们看到了广阔的市场 他们正好也在做一个类似的大项目 想请您去做技术误文 条件呢 工作地点在印度总部 然后工作时长呢是两年 年薪五十万美金 每年两个月带薪休假 两年期满之后 则调回中国出任首席 没有任何问题 你有没有这家公司的网址 对了 老贝 希望员工在印度工作的时候呢 必须是单身状态 为什么提这样的要求 老板说什么我们就做什么 至于合不合理 不在我们的考虑范围之内 既然是这样的话 拿来这份工作并不适合你 因为我已经喜欢了 不好意思 我先走了 等一下 那我考虑一下 谢谢 来了 蒋先生 先生 为什么把我遇到这儿来 你们想谈什么 我们已经找到 你和顾晓逸矛盾的根源 你今天必须要打开你的力气 释放你所有最真实的感觉 我不太喜欢这里的环境 我们换个地方吧 不行 这是我们为你制定的 独家附和料理 你们太幼稚了 对不起 我要走了 蒋先生 只要你给我一个小时的时间 我一定会让你重新找到自我 跟小姨姐胡思 什么方法 这瓶酒 这瓶酒 275毫升 酒精度5% 酒精含量 还不到20毫升 科学证明 每天人体设计不到20毫升的酒精含量 对吸引板是有好处的 我不能酒价 我们已经找好代价了 只要你想跟小姨姐胡歌 我还给你一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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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还是不认为 你们的方法就是有力 这小姨姐在连走 我还给你一遍 这小姨姐在连走 我还给你一遍 行了 别开了 你已经超级了 发鞋 发鞋对他有好处 你看这哥们儿平时得压一点 什么程度了这个 我倒是觉得吧 你可能跳的那个舞蹈 我 用舞蹈姿啊 来来来 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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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e 来来来 来来 希伯寧太 sabe出笑 希伯大笑 来我觉得 逗oted 来你过 这是一个 来来来 人受难得太ague 看看 小心破证了 小泽点啊 来来来 超得好 我有个问题 应该没有比我再优秀的男人 没有没有 为什么顾小玉 他要跟我离婚 为什么 什么方法 这瓶酒275毫升 酒精度5% 酒精团量还不到20毫升 科学证明 每天人体设备不到20毫升的酒精产量 对酒精度5%是有好处的 我不能酒价 我们已经找好代价了 只要你想跟小玉姐不喝 一会儿给你喝 我还是不认为 应该方法丢了你 录音 depende 聂工 请 适适 doğ 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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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哥几个 喝一个 来来来 来来 人寿难得开心 开 小心喝醉啊 少喝点啊 来来来 喝点喝点 喝点喝点 我有个问题 应该没有比我再优秀的男人 没有没有没有 为什么顾晓忆 她要跟我离婚 为什么 你要想弄清楚 她为什么跟你离婚呢 你首先要明白婚姻是什么 莫莫 别下去了 你别 你别制止她啊 你说 为什么 你说 本来就是嘛 你知道婚姻是什么吗 我怎么会不知道 婚姻就是 一对情侣结婚以后的一种 夫妻关系 你知道 她受到了法律的保护 对不对 同时呢 打住 我是让你形容婚姻这个感受 我不是让你下定你的 那你说 为什么 婚姻啊 你得把它显现成一个人 你说一个人 难免会有发烧感冒的时候吧 你不能一生病了啊 你就 全死灭活的吧 就是啊 婚姻啊 难免有些小意思啊 你要学会聆听 学会跟对方沟通 把你的内心 展示出 让对方感受到你的爱 我够爱她的 我一直在付出 我按照书上说的啊 我每天晚上跟她说晚 我一周陪她逛一次街 我只要出差 我就带回一大堆的礼物 这不是爱吗 这不是爱吗 你这个人最大的问题 就是你给人的态度了 你从来是不是 为人家需要补调 是啊 再说了 你在人家顾小姨之间 不还有一个女人啊 你这样顾小姨感受到了威胁 她对你有种极大的不幸 不可能 她根本不知道她的存在 你的意思是说 这对你们的婚姻 并没有造成什么 实质性的影响吗 当然了 我不允许任何 威胁到我的婚姻 一旦我发现危险 我就会立刻的支持她 那你都怎么制止她呀 那你都怎么制止她呀 很简单的办法啊 干什么呀 你们想套我画 对不对 够了 你们这群 彻头 彻尾的废物 我决定了 我接受离婚协议 我要跟你们终止合同 让开 让开 你点 lose 你怎么好的东西 让开 你别走 你没出现 不免静 语言 我是导演 博士 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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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保证在线人数的话 我肯定是不能参加的 重要的是入口 你的宣传平台 到底肯出多少资源呀 我的话要跟你说 我肯定是不能参加的 重要的是入口 你干吗你啊 今天有人跟我说 如果爱一个人的话 就要给对方空间 如果我给你空间的话 你还会离开我吗 我家里现在有事 我等会儿给你打过来啊 挂了 没看见我这儿打电话的吗 非得现在谈 对 就是现在 谈吧 说呀 让你说你又不说话了 我同意离婚 你喝酒了 你别管这个 我现在很清醒 你提的所有的要求我都答应 但是我 也要提要求 我要有天天看到田田的自由 你笑什么 我觉得很可笑 我想笑你管得着吗你 你要自由 你第一次遇到我的时候 你给过我自由吗 你把家里生活的一切都变成了数字 我也想要自由 小一 你听我说好吗 不 不 我听你说的太多了 你听我说 爱是尊重对方 没错 可是你知道的太晚了 一个蛋糕 我可以往上面加各种各样的颜色 各种各样的水果做点缀 以我的工艺 我可以把它做得精美绝论 可是一旦 这个蛋糕胚坏掉了 不管我在家多么奢华的装饰 都是徒劳 谁也无法掩饰 从那耳外而散发出来的复仇 别说了 别说了 你为什么要当附和大师啊 说来话长 你想听一下 我爷爷和我奶奶的故事吗 好啊 我爷爷曾经是矿场上的工人 三十多岁的时候 因为一次工伤 转换了腿 后来他下半辈子只能住馆了 其实那个馆也不是什么 之前的东西 就是从后山上看见了 一个破树枕 我爷爷和我奶奶一起过了六十多年 后来我爷爷去世了 又现在一个破坏车 大家都说 这馆车也没什么用 就扔了吧 我奶死活不让 后来我奶推脚也不好了 就一直用着那个管 那个管你知道 就是用那种胶布和铁丝 鼓起来 还能勉强凑合能用的那种 知道 我奶奶临终前 我问她 我说奶奶 拐杖都破成那样了 为什么还不弄 我奶奶说 东西坏了 为什么要扔弄 修修补补还能用 你 其实离婚不是婚姻的问题 而是人的问题 我们复合大事 就是帮助大家修复这些问题 你也奶奶的故事 真让人感动啊 那你呢 你是怎么修复自己的感情啊 知道你想说什么 我和你姐啊 认识在年轻时 认识在年轻时 年轻时代 后来我们俩都长大了 才一直 我们俩属于完全不同的两种物质 就像油和水 永远不能相融在一起 文公 咱们喝茶吧 寡游 寡游 什么都不要说 静静地聆听 你俩说 昨天晚上蒋过来 怎么不说那种 那么奇怪的花 这还不简单吗 我告诉你啊 每一个聚集的灵魂里 都有一颗骚动的心 你俩说 你俩说 想想喝了酒的蒋梦然 那疯狂 而有销魂的物质 二位老大 我说的不是那个事 我说的是 他说解除合同的事 这很明显 这就是那分手大师搞的鬼 嗯 二姐 不是 那是很明显的 没思考 关键是很分手的长 小某人放来的 解除合同的武术协议 因复合并未见效 因此本人 并不支付任何费用 而李断等人策划的 蛋糕人行动失败 加剧了复合双方关系的恶化 因此扣除部分定金 限五日之内如数退还 不是 这人也太不同情达理了 咱忙活半天 没功劳也有苦劳吧 你说说咱们啊 忙前忙后 他把咱们吵了不说 还让咱们退钱 简直丧心病狂 我说什么来着 撮合他们在一起 反而就是害了顾小艺 作为一个女人 我完全无法 苟同蒋默然的做法 这 老大 你还有心情跑步呢 蒋默然刚发来的 解除合同的补充刑意 您过目 我这个自行与你 我这个自行与你 我硬amba 我让你太可怕了 吵人工质 我究竟我用你 我和你老公 吵人工质 好 好 雖然昨天蒋摩仁 反映地拒绝了我 但是在聊天过程中 我觉得他对这份工作 还是很感兴趣的 所以我觉得 这次的可能性很大 太好了 早晨 蒋摩仁已经给复合那边 发了解除合同的协议书 看来蒋摩仁是真的动心了 时间紧迫 必须趁热大天 蒋摩仁 接接接 喂 蒋先生您好 不好意思 他说要约我再谈 好 没问题蒋先生 好的好的 没问题 好的 我记上了 好的 那明天见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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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入黄油 白糖 然后呢 用这个 电动打蛋器 搅拌至均匀 好 好 接下来呢 我们加入低筋面粉 这个面粉呢 大约加一半 然后用这个橡皮刮刀 从底下往上翻 下压 搅拌至没有粉为止 对的 大家注意了 这个酥皮泡芙呢 做好了之后不能马上吃 为什么呢 就像我们的婚姻和爱情一样 够甜够香 但是里面的奶油也够烫嘴哦 离婚协议我签了 找个时间见面吧 请请请 直播了干嘛 小一撕烘焙 烘焙小一死 大家好是顾小一 今天呢我们的这个 蔓越莓蛋糕 酥皮泡芙 今天脑子有点短路 下一步 该预热烤香 对 烤香 然后呢 我们把牛奶黄油和糖混合 加热至沸腾 沸腾约一分钟 好 我重复一遍 把牛奶和糖黄油混合加热至沸腾 沸腾 沸腾约一分钟 老大 其实这次复合行动的失败错不在我们 那蒋默然跟林欧阳那情况完全不同 林欧阳是深爱着方苗 是方苗心里有个坎过不去 所以两个人才破除万难 复合成功 但是这次被复合方顾小义才是个正常人 而蒋默然是个怪物 所以放弃蒋默然才是最正确的选择 和大众就有едь的选择 你见我追败了 是最正硬的选择 你管的选择 你管的选择 他在选择 你管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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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要选择 从选择 你管的选择 李佑 喂 在哪儿呢 这都几点了 怎么还不来上班 我在外面有事儿了 对了 这次算是我跟您请假的 不许靠我公司了 拜拜 不是 喂 喂 老大 不是我挑事啊 咱们事务所里面 敢这么挂你电话的人 应该只有他了吧 叶子 你不懂事 你要对未来老板娘 有最起码的尊重 老板娘可 老大 这不是我说的 这是莫莫自己封的正好 找到了 老大 周末现在就在 蒋莫然公司的附近 这蒋莫然前脚发来 解除合同的补充信 后脚步就到公司附近了 这说明什么 不会跟上次刘洋案一样吗 难道 他被骗了吗 我早就说过他有问题 你们偏把一颗炸弹放在身边 怎么样 炸了吧 我说说 现在我坚持上那之后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陈先生 你好 你好 请坐 这个是合同 您看看上面的条款 有什么不合适的地方 可以及时提出来 合作年限能否再搜短 我可以放弃所有的酒家 这个恐怕不行 两年时间是老板交代死的 一天也不能上 可以理解 那我需要一份 一滴安置费 作为补偿 这个可以考虑 不好意思啊 喂 行动已经暴露了 一段他们正在朝你这边赶过来 你赶快撤 我让你马上离开 你听见没有余光 已经暴露了 余光同学你好啊 你们认识吗 女神 你好 女神 这又是什么意思 这是形容在我心目中 至高无上 独一无二的位置 放心吧 私事 跟咱们工作没有关系 这份合同写得真是漂亮 这待遇如此之丰厚 余光同学 我也是单身 不如把我也 拼到你们公司里上班吧 对不起 女神 这份工作也不合适 我当然不合适 我也不是顾小艺的老公 也不是蒋田田的父亲 这是什么意思 余光同学我想问你一下 身为分手大师 有没有一种办法 把分手大师和复合大师之间的孽缘分开的 这位你得问你解 蒋先生 我隆重跟您介绍一下 您对面的这位先生 姓于 明光 是分手大师得力的助手 全能天才 不过呢 到今天我也才知道 他最擅长的 是撒谎 我想你有必要跟我解释一下 我想你有必要跟我解释一下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咖啡喝吗 咖啡喝吗 就是这儿 你们怎么来了 你又为什么会在这儿 我刚刚粉碎了一个分手大师的阴谋 蒋先生 有时间的话我们重新谈谈合作吧 好 好 险切啊 险切就牵下来了 倒数的鸭子就这么给飞了 能 叫你接着能 你不是说什么 各种月案全做好了 碰到万一情况怎么应对 然后呢 怎么一个回合都不到 就让人打翻在地了 怪我喽 谁能想到女神会从天而降 太突然了吧 我瞧那点出息 你每天跟我斗嘴的时候 你怎么那么厉害啊 你怎么一看就磨磨就怂了呢 周末跟你能一样吗 别看你们是姐妹啊 可是这悬数也太大了 一个在天上 一个就在深海的你里头 而是最主要的事 周末在我心中 是有性别的 我在你心中 我就无姓人是吧 气死我了 就别埋怨我了 她这么突然一出现 我心脏吃点醋挺 能回来不错了 我给 失败得更好 那你说 接下来怎么办 等等看吧 等等合适的时机 后发指引 说 有话就说 之前 我一直以为周末 才有意无意地 给你汇报情况 所以你才能掌握 附和大师的所有计划 但是今天的情况表明 这个内应不是周末 那他会是谁呢 没关系 你不说我也不会问 你是老板 我是员工 你付我工资就行 懂事 我对你们事务所的 每一个人都做了 技术评估 叶子十分 周末两分 包教授 没分 我真是受不了了 真的 就这个蒋莫然 我每天晚上都做个梦 梦见他 他简直就是一个 人形计算机 每天在这算呀 算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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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总觉得这哥们 体内有一个异性 恶不恶心啊你们俩 不过话说回来啊 和这种人结婚 确实挺悲催的 他们用感情 有公式套上去计算 这太好了 我建议 我建议 我们合不趁这个时候 把这个案子给 退掉 我同意 这种人啊 一旦咱们的行动 不合乎他的预期和计划 他肯定会讹上咱们 老大 你这睡得太满了 气压差 不赖了 这个蒋莫然啊 和顾小艺 他们就是不同气压 一个高压 一个低压 根本融不到一起 我建议啊 咱就别唱了 对 我不同意你们的观点 你们有没有看过一本书 叫水知道答案 那里面写着科学家 有过研究 就是有那么一杯水呢 你经常跟他说一些赞美的话 他就能形成很漂亮的六角形 甚至呢还能结晶 可是在这杯水里面 你要跟他说了一些恶毒的话 他在结晶的时候 就会被打散 甚至无法结晶 我觉得水都有感情 更何况是人了 所以 只要我们努力 一定会改变蒋莫然 我们相信水是有感情的 但是这本书 那科学家的学位是满在的 人早就辟谣了 他写这书完全是为了卖 他那纯净水 不是我打击你啊 莫莫 你什么时候也假模假式地 跟我这儿掉树档呢 跟我这儿上演恩公梦 我赞成梦梦说的 在日本有个叫牧村的果农 他尊重自然规律 他坚持用一种 无农药的方式来种植苹果 最后他坚持了十一年 终于成功了 他种出来的苹果 味道极好 而且不易腐烂 人们都说 这个苹果里 汇聚了他的灵魂 恩公的意思就是 让我们对蒋梦然 多一点点耐心 滴水 我们做复合大师的 就是要去修复 这样痛苦的相处模式 我相信 当我们修复了蒋梦然 和顾小鱼之间的感情之后 这背后的意义 我们一定能感觉到 无论你做什么 我都会支持你的理想 对 应该提出严厉批评 知道吗 不过 监狱你及时地识破了 分手大事的阴谋 将功不过 我没记错的话 这是您来咱们事务所 第一次受到表扬 而且做得极好 给你鼓励 来 想让你已经奖状了 你怎么回事 不过 你跟我来 呼伤员 你好 你这咖啡太甜了 你帮我问问你们咖啡师 半糖 知道半糖什么意思吗 半糖 要不要我去给他讲解一下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我马上给您换新的 服务员 你这只牛奶是得了 糖尿病了吗 奶牛 一起换 你今天这是怎么了 脏霸气 女人霸气都要感谢 男人的栽培 没人挡风遮雨 只有自己披荆斩棘了 签好字的回家给我 不就行了吗 还约了这么难喝的咖啡厅 协议呢 我后悔了 签头签了 还有什么不好意思的 后悔 这可不是您一贯严谨的作风吧 我继续 你还没有 怎么学习 你也没有 你现在要学习 我们很高兴 我不是想学习 我只是想学习 你不认真 你比如说 我不认真 我只能学习 我只是想学习 你也会想学习 只能学习 我没有想学习 我不是真的 她已经失效了 小姨 我觉得我们还是好好过比较好 我想我们还是走程序比较好 小姨 田田 干吗走 我不走 我要等会儿爸爸 那在这儿吃吧 吃完了我送她回去 你不跟妈走吗 没事 没事 好 啊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咱俩谁把自己当救世主了啊 之前方表林欧阳的事你咋想呢 非得插一杠子 是这林欧阳拜托你了 还是罗曼曼拜托你了 像你这样倒贴给人家分手的 我还是第一次见 如果是别人的事我绝对不插手 但是像你一样 这种穿花蝴蝶都可以当符合大师 我确实是因为看不过眼才出手 哎呀我在你这儿歪花还挺多呢 还穿花蝴蝶还有什么呀 你 我怎么就说出个穿花蝴蝶来呢 哎呀为什么说你嘴那么顺 可能还是因为你活该吧 不是 我怎么活该了我呀 行吧 不管你们是卖苹果 还是卖烧饼 我会盯住蒋默然 我不会让他再对田田还有顾小艺 造成任何伤害 以前我是对人不对事 但是这件事我真的是对事不对人 我告诉你啊 在这个世界上 没有一个家庭是绝对完美的 有裂缝就该修 像你这种一遇到事 就砸锅拽玩一了百了 十足的败家女 你 你说我什么 说你呢 败家女 而且你败的是别人的家 还不是自己的家 又是你 我们看看到底谁在败谁的家 他怎么知道冰火树里面的 您好 先生 一共是一百五十八块八 您是刷卡还是现金 谢谢 你也可以选择地付宝 或者微信转账 您好 先生 您是刷卡现金 衣服宝还是微信 先生 您好 您是刷卡现金 衣服宝还是微信 先生 您好 您是刷卡现金 衣服宝还是微信 我还是没线过